传说中的美国太空军到底有多强? 建制月球,太空霸权与大国博弈 美国太空军是美军近几年独立出来的太空军事部门 它是自1947年美国空军独立以来的第一个新设军中 也是美国的第六种全新部队 美国太空军是作为美国空军的一个军事部门而组织的 就人数而言 它是美国国防部内目前最精简的机构 但它在美国的战略布局中确实举足轻重 特朗普执政时期调整了整个美国的太空战略 禁地空间已经不能够满足美国人的胃口 他们开始把目光对准了地球的静止轨道上 而拜登则是全盘继承了特朗普开创的工作 2021年6月 美国太空军正式发布了地月空间入门指导书 指导书中为未来的太空战争提供了指导性的意见 并着重提出要开发新的飞行器来进行部署 至此美国正式启动控制地域空间的战略 标志着美国谋求太空霸权已进入新阶段 那么美国的太空军事实力发展到什么地步了呢 其实力又究竟有多强 在两千年代起 美国开始有以独立机构执行太空军事行动的想法 并于2001年成立由时任国防部长唐纳德 纳姆斯菲尔德主持 由许多军事太空和情报专业人员组成的太空委员会 审视美国国家太空安全的组织和架构 委员会认为 美国必须发展专门应用于太空的作战理论和方案 不仅仅是要研发和部署可以应用在太空中的武器 还必须包括整套的军事体系和应对方案 最终 他们得出的结论是 与空中作战相比 太空作战虽然是较为次要任务 因为发生直接战争的几率非常的小 但是必须在空军内部建立太空部队 却是一件十分必要的事情 未雨绸缪 谁掌握了空间的主动权 谁就能获得绝对的优势 但技术发展到今天 近地空间显然已经不能够满足目前人类的脚步了 凭借他们的技术优势 美国已在这场装备竞赛中拔得头筹 早在2015年 美国国会就通过了一个奇怪的法案 该法案授予美国公民和公司在月球上开发土地的权利 虽然他们暂时上不去 但是他们有权利也是蛮可笑的 2018年6月18日 美国总统唐纳德 川普在国家太空委员会发表讲话时称 他已经授权五角大楼组建太空军 作为一种全新的兵种 太空军将是和海陆空三军一样平起平坐的存在 2019年3月12日 美国代理国防部长帕特里克 沙纳汉成立了一个专注于太空的发展机构 那就是太空发展署 这个机构将成为太空部队的一部分 而这个机构的假想敌就是中国和俄罗斯 毕竟这两个国家是世界上为数不多 有能力研发超音速武器的国家 2019年12月11日和17日 美国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依次通过了2020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案 该法案授权国防部组建太空军 之后 在2019年12月20日 川普正式签署了这个法案 自此太空军成为美国第六个军种 在美国空军部制下独立运作 约有16000名空军现役和文职人员将被分配到太空军 而该分支机构逐步和现在的美军融合到一起 互相协作 发挥出他们的压制力 在不长的18个月里 美国军方要全面建立起包括独立的人员配备 也就是说让这支军队从形式上和装备上 都真正的成为一支完整的军队 2020年 来自空军所辖的23个单位中的1840个场所将转移到太空军 次年 美国太空军二个一级指挥单位太空系统指挥部 在洛杉矶空军基地成军 未来将肩负太空军开发 武获 部署与延续性等任务能力 成为美国太空军提升战力关键 肩负开发 武获 部署等任务的指挥部将接手研发新卫星 将卫星送上轨道 与扩展商业太空服务等关键工作 去年9月中旬 联合国召开了一次负责任外空行为准则会议 俄罗斯代表沃隆索夫对美国发出了正式抗议 如果你们继续利用所谓的民用太空设施从事军事任务 那么 这些间接参与军事冲突的民用设施将被俄罗斯视为打击目标 舆论普遍认为俄罗斯虽然没点名 但说的就是马斯克的行列 俄罗斯的警告也并非是口出狂言 毕竟武装冲突法里说的很明确 无论任何东西只要主动用于军事用途 那就是同战争行为 也就是说 如果马斯克的商用卫星对其他国家的卫星空间站发动刺杀式攻击 那这毫无疑问就是一个赤裸裸的武器了 同理 如果这颗卫星当带陆党 那自然就是参与到了军事行动之中 那么这种行为自然也就使其变成了军事目标 俄方话音刚落 马斯克开始大肆鼓吹俄乌和平计划 想必是想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巴 截止去年 将近三千颗禁地轨道卫星已经在马斯克的努力下飞向了天空 并形成了卫星群 按照马斯克的想法 星链卫星完全可以取代如今的有线网络 提供覆盖全球的高速互联网进入服务 也就是说彻底摆脱那些地面的网络设施 仅仅依靠天空中的卫星来进行互联网 因此 这种链接是很难被拦截的 对于战争中的地区来说是一项不可多得的技术 而这种星链技术 便是美国太空部队中的一颗关键的棋子 很多时候 美国的太空部队并不能直接插手别国的事物 但是通过这种商业行为 就可以暗中对其他国家动手动脚 用乌克兰的话来说 如果没有星链早就输光了 在这次俄乌冲突中 星链的作用可谓是不可小视的 毕竟现代战争的本质就是信息化作战 对于乌克兰军来说 星链不仅是无人机的眼睛 还能提供俄军军事设施的目标定位 侦查前线战场态势 不过这还不是最关键的 其中的核心问题在于 只要有了这套系统 俄罗斯就无法隔断美国和乌克兰的通信 据俄罗斯红星电视台报道 根据被俘的乌方军官交代 在亚素钢铁厂攻防站的时候 他们的地面通讯就都被俄罗斯摧毁了 要不有星链系统 那他们就彻底成了无头苍蝇 在后方的情报支援下 乌军这才堪堪阻拦了一下 俄军前进的步伐 而俄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的沉默 据相关人士透露 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星链 没有这种卫星系统的引导 乌军发射的两颗海王星巡航导弹 根本不可能命中 而对于俄罗斯来说 在地面上很难对付这些狡猾的卫星 因为星链终端非常的小 而且可以随着地面部队移动 所以俄罗斯很难把一个个终端准确 及时地抓到并摧毁 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 每一个终端都有着独特的加密系统 即便缴获了一个两个也无法反向破译 从这个角度看 俄罗斯如果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就只能从天上的星链卫星入手 俄前总理梅德维杰夫就说过 他们会考虑摧毁这些碍世的卫星的 虽然说这些卫星分布在禁地轨道 但这对俄罗斯来说并不是什么很难的目标 话是那么讲 摧毁一颗两颗卫星确实对俄罗斯并不是什么难事 但是如果是几百上千个卫星呢 如果发射成本远远小于击毁成本 那么一切摧毁的行为都只不过是气化 不过 随着俄乌战争的进一步升级 我们完全有理由担忧美俄会在太空擦枪走火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将会目睹人类第一场太空战 那么当前谁家太空军事实力最强 答案不出意外是美国美国这几年 外空攻防能力发展的最快 也正因为它实力最强 所以连年否决中俄联合提出的 防止在外空放置武器 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条约提案 目前来说 美国实现太空霸权的载体就是各种卫星 比如刚才提到的星链 现在已经有了2800多个 但是按照计划得发送28000个 不过凡是有利有弊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这也给美国带来了很多隐患 目前美国拥有数量最多的卫星 相应的也承担着最大的太空风险 打个比方 如果某国把一包10美元的弹珠 正确地插进一颗价值10亿美元的 美国卫星的近地轨道 这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那么仅仅依靠惯性 就可以完全摧毁数个卫星 甚至引起连锁反应 至于更专业的反卫星武器 看看反复许多国家的太空飞行测试就知道 显然这将大大削弱美国卫星的安全感 而卫星是美国在近地空间太空权力的主要来源 没有各种各样的卫星来执行任务 太空霸权就是一句空话 所以一旦太空战争爆发 美国的太空资产损失绝对会是最严重的 拜登政府认识到这个软肋 他上台以来没学着特朗普那样到处放狠话 而是又伪装出一种很积极的态度 积极推一个太空军控条约 但是它的小算盘太明显 早在2008年中国和俄罗斯就一起提出了名为防止在外空放置武器 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条约草案 但美国对这个法案可谓是暴跳如雷 坚决反对 所以这项法案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一直没有得到通过 美国之所以那么反对 是因为目前已经存在的国际空间法 只是禁止了在太空部署核武器和其他类型的大规模杀伤武器 但没有禁止常规武器 这就给星链这种披着民用外衣实际上军民两用的东西钻了空子 而这种条约则是把所有军方设施一刀切全进了 同时还强调外太空不使用武力的原则 美国当然不答应了 它已经在外太空部署了这么多 难道全作废吗 同时它的外空攻防能力也是发展最快的 所以当然不会答应这种条约 实际上中俄联合提出的这个协议 得到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 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反对 但是因为美国的态度 目前这个提案没有通过的可能性 同一年 欧盟提出了外空行为国际守则 这个提案通篇的字里行间里都透着一个字 耸 欧盟必中就轻 拼命强调我们要合作减缓空间碎片的威胁 以及为此建立一些国际的机制 但没有一句话是关于防止外空武器化的 关于外空自卫权的表述 基本上就是给某些国家单边在太空开战亮绿灯 此外欧盟说这个提案的时候绕开了联合国机制 所以提案最后在中俄及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反对下无果而终 而美国为了反制这个措施 怂恿欧洲提出了一个禁止洲际武器的条约 目前基于该倡议成立的联合国负责任外空行为开放式工作组 已经搞过两轮讨论 明年还要继续开会吵架能达成什么最终结果 目前还是个未知数 美国这一招最大的受害者其实还不是中俄 而是美国的盟友 欧洲 特别是法国内心深处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发展出一个独立维护太空安全的体系 但是美国绝对不允许 不难看出美国推动这个倡议重点是想搞一个地对天的规则 拦住其他国家地基卫星武器的发展之路 从而补及美国太空资产过多的短板 如果这个目标能够实现的话 起码在境地空间 美国将确立起完整的太空战略优势 纷纷扰扰之下 鹿死水手 有无谓可知 低月之间的空间本来应该是属于全人类共同开发的 结果在美国的扭曲下 却变成了现在这样一种畸形的博弈 或许只有等一个真正的领导者 而非搅局者出现 才能真正的摆平局面 让太空开发进入和平的高速发展期吧